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中国工商银行为何是世界最大的银行 请详细介绍有关中国工商银行为何是世界最大的银行的相关讯息与背景 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简称ICBC是全球最大的银行 这是由于它的资产规模、客户基础、市场价值和利润等方面的优势 一、资产规模 根据2021年的数据 中国工商银行的总资产高达30万亿人民币 超过美国的摩根大通和英国的汇丰银行 成为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 二、客户基础 中国工商银行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 不仅在中国内地 还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庞大的客户群 这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市场价值 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场价值也是全球最高的 超过了美国的摩根大通和英国的汇丰银行 四、利润 中国工商银行的净利润也是全球最高的 此外 它的回报率和资本充足率也在全球银行业内名列前茅 中国工商银行的崛起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密不可分 过去几十年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大型银行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并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成功地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银行 然而 中国工商银行的地位并非铁板钉钉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化和竞争加剧 未来是否能保持这一地位 还需要看其能否持续创新和适应市场变化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为何是世界最大的银行 还有哪些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中国工商银行 ICBC是世界最大的银行 其地位的确立与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密切相关 一、重要人物 江建民 他是中国工商银行的首位行长 他的领导下 ICBC从一个国有企业成功转型为一个现代化的 国际化的商业银行 陈源 他是中国工商银行的第二任行长 他在任期间推动了ICBC的许多重大改革 包括推动ICBC进行IPO 使其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 二、重要事件 1984年 中国工商银行成立 这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 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商业银行系统 2006年 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同时上市 这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是ICBC成为全球最大银行的重要步骤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 中国工商银行表现出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 成功地度过了危机 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全球最大银行的地位 2016年 中国工商银行被全球金融杂志的Banker评为全球最大的银行 这是对ICBC实力的国际认可 这些人物和事件共同推动了中国工商银行的发展 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为何是世界最大的银行 对于今天有什么影响 中国工商银行ICBC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 主要基于其资产规模 客户存款和发放的贷款总额等因素 它的巨大规模和影响力 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有深远影响 一 全球金融稳定 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 ICBC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起着关键作用 如果ICBC遭遇重大问题 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影响全球经济 二 中国经济影响力 ICBC的庞大规模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强大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ICBC的成功也代表了中国金融业的成功 这增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 三 跨国业务机会 ICBC的全球网络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企业提供跨国业务的便利 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也为外国企业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四 金融创新 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 ICBC在金融科技和创新方面的投入 也影响着全球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例如 ICBC在区块链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 可能引领全球银行业的创新趋势 五 金融服务标准 ICBC的服务标准和业务实践 也可能影响全球银行业的服务标准 例如 ICBC在风险管理 客户服务 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 可能成为其他银行学习的对象 总的来说 作为世界最大的银行 ICBC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不容忽视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